红毛猩猩手上拿着特制的粽子吃得津津有味 就看到里面的馅料不只有干草料 还有新鲜的当季食酥 当午节廉价高雄寿山动物园找来志工 一起帮动物们准备粽子应景 用月桃叶配合动物食性 准备各自专属的粽子 志工辛苦准备 但看看这对刚完成检疫的水屯军新生 用鼻子嗅了嗅后 专头继续吃木草一点都不捧场 让精心准备的保育员现场心碎满地 而大型动物吃粽子似乎塞牙缝都不够 动物园则是准备了包成粽子形状的香包 麻布袋里装进了混杂过其他动物味道的干草 则是大受欢迎 老虎似乎闻到了猎物的味道围绕在一旁 而狮子龙舍里 母狮趁机偷走香包换来攻狮的追逐 两头狮子的香包争夺战直接上演 家庭诗盒 利用回收的麻布袋里面塞满了百木达干草 我们把它放置在像是我们其他动物的寿舍 那还有展区来感染其他动物的气氛 那我们是希望说来提供给这些像是狮子老虎 它们来给予味觉上的刺激 来提供它行为的丰富化 那提供了之后那我们狮子也的确展现了追逐的本能 猴毛猩猩则是把香包变玩具也是玩得不亦乐乎 动物廉价的动物们的可爱模样也多了浓浓过节气氛 明镜新闻南部综合报道